背客大叔是導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貝克大叔 當我們使用單眼相機拍照或拍影片 過了一段時間以後 總會希望購入各種各樣的鏡頭 最近想要找一顆廣角鏡頭 於是就上網搜尋 廣角鏡頭的價格都不便宜 因為想到廣角鏡頭的使用率偏低 而且預算又有限 想想看 在偶然的機會下 貝克大叔去逛相機展 這時候就看到了這顆廣角鏡頭 這顆廣角鏡頭的品牌比較新 它的名字叫做CAMLAN 欸 到底有沒有唸錯 有著12mm的廣角 最大的光圈 2.8 價格不算貴 於是就買了回家 我們可以看到這顆鏡頭呢 全部使用金屬製作 拿在手上呢 還挺有分量的 光圈跟對焦都需要使用手動 那貝克大叔買到的呢 是Canon的EF接環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這顆廣角鏡頭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吧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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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看看貝克大叔用這顆鏡頭拍的照片跟影片吧 GO 我來說說我的使用感受好了 說實話使用自動對焦久了以後 用這種手動對焦真的有點不習慣 因為是廣角的關係 光看螢幕根本沒有辦法確定有沒有對到焦 所以只能使用相機裡面的局部放達功能來檢查有沒有對到焦 這樣子下來無論是拍照或拍影片都會花更多的時間 當作這是靜下心來好好的享受拍攝的樂趣 雖然在拍攝品質上跟原廠的鏡頭還是有差距 如果你想要購入一顆廣角鏡頭 但是又不想花太多錢的話 不妨可以買一顆來試試看喔 那這是一個新的品牌 在拍照的質感上還可以接受 在製作上面你看得出來花了心思 價格上面相對的低 適合預算比較少的朋友 不妨可以支持他們看看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讚還有分享喔 掰掰